來了英國這麼久 都沒試過吃一個 經典的英國午餐 聽聞Mailen Head The Boathouse的 全日午餐是很有名的 今次我們預約到 早上10時30時 過來吃一吃 這個經典的英國午餐 網上看的菜單 裡面寫著 Eat like a queen 我想英女王也是吃類似 英國午餐的英國午餐 這間The Boathouse 環境優美 面對著一條河 還在Canel Boat的閘口中間 吃完早餐 如果時間適合 我們還很幸運 可以看看Canel Boat 是怎樣開閘、生閘 洗過這個閘口 雖然說Eat like a queen 但價錢也很相宜 這個早餐是10磅至12磅 我還可以吃到 飲品是另外的 大概是3磅多 我們點了這個 Avocado Poached Egg 的Sau Adolf 這裡的Poached Egg 做得不錯 真的留心 有時吃過的餐廳 要不太熟 要不太生 它就剛剛好 Sau Adolf 也很煙韌 外皮就有點硬 脆 這裡的蛋 都種了 Free Range的蛋 即是無激素的 酒地雞蛋 很驚奇 它的牛油果 上面滲了一大堆的蔥 想不到 蔥粒和牛油果 都很配合 不過略嫌 蔥花的份量 多了一點 所以每一口都有蔥的味道 另外一份就是 一個All Day Breakfast 這個就比較貴一點 十三個幾 它有這個Black Pudding 這個黑色 污漆漆的血腸 就是比較濃味 和脆口一點 香腸煙肉 沒什麼特別 番茄的形狀 比較橢圓一點 原來還有兩片的菇 這裡這個Sour Dove 就燙得 硬脆一點 要淋上茄汁豆 才剛好 它沒有牛油和果醬 不知道是不是要特別 和它點餐才有的呢 Kids menu便宜一點 6磅 5磅 我們點了這個Pancakes 看到上面的雜莓醬 已經覺得很英式了 Pancakes也很煙煙韌韌 雜莓醬偏甜一點 兒子的味道很一般 這裡的飲品 三個幾都很大杯 可以慢慢喝東西 看著那個美景 相當寫意 在外邊 在玻璃那裡走出去 有一條行人島 可以走出去水的中間 再回望回去餐廳 看到餐廳 就在正這個河的中間 看著這個河的出口 這間餐廳的廁所 裝修好像五星級就碟一樣 加上五星級的服務 的經驗都相當不錯 價錢是貴少少的 走出去我們看到 充滿英國特色 水漲船高的Canel Boat開閘 這裡Made & Head充滿英國的特色 今天是一天充滿英國文化特色的一天 大家都不妨嘗嘗嘗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 記得要按個鐘仔 會有最新的資訊 如果有什麼美食或者有什麼景點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多謝支持 而英知更了 拜拜